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了 对呀 练食通过了 对啊 你小心点 再抱一下 再抱一下 我听你高兴啊 好了好了好了 给人擦擦桌子 快点 但是 程哲远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之一 这次面试是他帮忙安排的 但是面试很公平也很客观 不是 什么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早有余谋 他不过是想帮我 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谁是鸡啊 我 你啊 反正我不同意 人家是大老板 我不过就是个新入职的员工 而且我跟他 不会有太多的工作上交集的 再说了 现在没有其他 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难道你会希望我回去打零工吗 好啊 我可以暂时不反对 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只要你找到 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要立刻马上瞬间 从这个公司辞职 好 给你买的咖啡 谢谢 您好能收一下桌子吗 谢谢 走吧 进来吧 我导师的助教要去国外 做两年的访认生 这房子本来是他买来自己住的 但是刚刚装修好啊 他就收到了通知书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个房子当自己 房子一样爱护他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爱干净的女生 所以我跟他保证 你一定会好好爱护他的房子的 这个价格他又同意了 谢谢 所以价格才这么合适 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这才像人住的地方 你们几个真行啊 拿我一个人当壮老李是不是 我自己可以的 但你非要帮忙 那我不得给你机会 表现一下自己啊 别瞎说 那你不需要我职工啊 看会儿 小山 你常累好了吗 我早好了 是妈妈想那天纯属意外 那天啊 沈侯英雄就美 你们一个昏睡 一个不在现场 堪比速度与激情知道吗 沈侯过来配合我 快来 那天 那个司机跟没看见我们似的 一下就朝我们前面了 沈侯一个急掉头 一脚右门踩到底 直接挡在他前上 大灯一照 沈侯一下车 帅 还帅呢 多危险啊 那次确实我太冲动了 如果真撞的话 那就全管了 不是 你什么时候知道 冷静和清静的 自从有了晓晓之后 封 以后别再那么冲动了 知道了 等会儿 我帮你洗吧 我帮你洗吧 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 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 怎么样 伤好 好啊 好嘞 看啊 这都是白纸 小川 你看 没问题吧 我就这么一下 全是钱 有点意思啊 这魔术可难 我告诉你 这也没一个几个月功夫 把钱和纸粘一块 挺费时间的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这儿看得一千万说 丢人 这段垮了 话不能这么说 跟你讲啊 好像是一个月时间 橙子放在那儿 只是微微皱皮 而苹果全浪 这就说明后脸皮的重要性 对不对 那 那 那 这样 无辨莫数了 给大家讲点段子 好不好 好啊 你们知道 为什么星星中八课吗 为什么呢 星八课 你很懂啊 再来一个 为什么世界上 所有人都会抛弃你 唯独数学不会呢 这个让我想想啊 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 不光像你们这种学渣 不会也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夫妇 丈夫姓庄老和姓夏 一共生了七个孩子 分别叫周一到周七 第八个孩子叫什么呢 这个我知道 周八 夏周一 那有一个七分熟的牛排 和一个五分熟的牛排 它俩相遇了 没有打招呼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都不熟 你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我还挺有趣的 都是一些网上无聊的段子 耳朵都挺有期间啊 都是一些网上无聊的段子 是吗 有趣有趣有趣 那那那行 你好好干啊 干嘛啊 她不挺可爱的 没拆她抬开闪啊 可爱吗 可爱吗 可能是她最近总没肉转 你又是烦吧 你看什么呢 有两下子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看来只能改变攻略方向